不止秀林湘 在万荣湘的二指山区 也因为大雨导致溪水爆炸 而一辆吉普车要渡清昌溪的时候 被溪水冲撞给翻覆 车上林姓父子两个人被冲走 昨天晚上深夜巡获了31岁父亲的遗体 在9号紧一销出动50个人 再度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在上午11点左右 在车子翻覆3公里的水门闸篮 发现了2岁的儿子 确定也已经罹难了 怪手调出在西床翻覆的吉普车 车上的负责俩早已不见踪影 搜救队随即接获通报 在事故地点下游西口发电厂附近 巡获灵性驾驶遗体 有民众在丰平桥附近 就是有包含疑似有看到就是 就是失联者 那经我们人员过去确认之后 应该是为他的父亲 怪手到场分流河道 并在溪床上填土 被暴涨溪水受困的19人 于9号凌晨一点多 人车都顺利撤出脱困 花莲万荣乡清仓溪 8号下午因山区大雨 溪水暴涨 有8车21人受困溪床 31岁的灵性男子 带着2岁的儿子驾驶 吉普车试图渡过湍急溪水 不料翻覆葬身河底 2岁的儿子也被溪水吞没 空拍组四组 那我们针对这整个河道 整个河道都进行 等于是说快速的搜索 及地产是适合搜索 失踪男童妈妈赶到现场 交集听取搜救队简报 随即就传来找到失踪男孩 地点距离 发现爸爸遗体的地方 还不到300公尺 一个下午痛失丈夫跟孩子 男童的妈妈哭倒在地 一场大雨溪水暴涨 直接冲垮了一个家 记者许立琴欢迎报道